好 请合掌跟我一起念 三称本师圣号极开经济 请合掌一起念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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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声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请关灯 好 今天大家念《华严经观志再章》 非常非常的庄严 前几天先当大家用念的 今天在打沐浴 很庄严吧 因为我是老师 我知道怎么样一步一步地引导别人 在《华严经》里呢 八十华严或四十华严 在中国佛教里面有五类经典 非常重要 记在心里 第一 华严经 第二 法华经 第三是禅观的经典 假如你要我举例的话 中国智者大师的 士禅波罗蜜 这是很重要的 第四类是中观跟般若 也就是你们法会曾经送过的大般若经 我自己也读般若经 般若是佛法很重要的 第五类才叫讲进佛国土 那讲观音法门 当然是通这五类的经典 因为你会发现在华严海会 法华会上 般若会上 乃至于无量寿佛会上的莲池海会 观世音菩萨都出现了 所以它五类的经论都通达 这五类的经论通达 你才会了解完整的大乘佛法 当然大乘佛法有很多的经论 不止这五类 但是现在人很忙 所以这五类的经典 你都得深入 以前讲阿弥陀佛经典 是属于第五类 进佛国土类 进佛国土是很广义的 包含着释迦摩尼佛的净土 包含东方钥匙佛的净土 南方宝生佛的净土 包含西方阿弥陀如来的净土 十方有无量无边的净土 没有一个人不修净土法门的 为什么呢 请背起来 因为净土法门有三个意思 我是故意不打换件片的 我就是要你背 训练你的念头 一 圆成佛道 二 庄严净土 三 广度众生 再讲一遍 一 圆成佛道 二 庄严净土 三 广度众生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要成佛 我们未来也会成佛 我也期望我新红法师个人 有一天往生极乐净土的时候 亲自请阿弥陀佛如来为我受祭 告诉我将来无量节我成佛的名号叫什么 国土怎么样 众生好不好度 种种的 所以只有佛能够为你受祭 这叫圆成佛道 圆满成就 无上阿弄多罗三秒三菩提 第二 你成佛做什么 成佛不是坐在那里纳粮 或被人家拜吧 对不对 坐在后面被人家拜 这样不是很辛苦吗 成佛不是 成佛以后还是继续度众生啊 他的功德力更圆满啊 所以第二类叫做庄严净土 你一定会创造净土 所以没有一个人不修净土法门的 我听到有些法师说 我不去净土我就在这里 其实这样的想法啊 你去想一想 有一点点争议跟有问题的 所以庄严净土 每一个道场都是净土 你的家也是你的净土 静明佛学社 在观音菩萨跟所有主席 跟所有的护法干部呢 发愿的话 今天就这个就是净土 对不对 十方有无量的净土 净土从哪来 从你的心的愿力而来 第三 假如你家里有客厅做什么 自己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吗 按着这个control 按到睡着吗 不会吧 你的客厅你一定会邀你的亲朋好友来喝茶的 是不是来做做的 那请问菩萨成就庄严的净土做什么呢 网度众生用 各种的教学 禅修 教育 文化 各种活动都在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嘛 所以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做什么 还是继续修行啊 修界定会啊 修文思修啊 所以有一个脸友问我一个问题 很好我今天要讲因为刚会跟我交的禅观有关 师父我们到了阿弥陀佛净土往生 是不是就成佛呢 答案不是 应该说成佛是你远程目标 往生极乐净土是终成目标 因为到了极乐世界你有良师益友跟好环境 也不用做工 也不用睡觉 更不用挤公车 你有足够的时间跟体力 最重要他不会堕入三个道 所以你有无量的寿命可以修持 所以往生净土只是终成目标而已 那现在问你 进程目标是什么 进程目标这辈子你就是要好好精进啊 修界定会啊 修敬业三福啊 起码这辈子你在断气的时候 你自己生死能够很清楚的自在往哪里走 这是你的进程目标 了解吗 不管你学多少的佛法 不管你读了多少的经论 都有无量的功德 不要轻易否定 你来听闻无上的妙法 也会有很大的功德 甚至我可以真诚跟你说 以华言经而说 你今天念了华言经 《观自在章》啊 贤结千佛你都会遇到的 那假如你在六道轮回里面受苦 当然在佛出世的时候呢 你会依佛的功德力 射受你投胎到人间 你还是会遇到佛法的 假如你到了极乐净土 那更好 因为贤结千佛出世的时候呢 你都会做着大宝莲花 拿着金色的莲花来这个世界供佛 那不是更自在吗 所以注意听今天要教的禅观 昨天叫光明想 今天呢教大家要观佛像 在观佛像里面 今天我们观本师释迦摩尼佛 请看下面一张 观每一间白豪像 注意听 第一天我教的是观你的丹田 是 观你的丹田 是属于你自己的身体 你现在所有的身体 观莲花 也是以你的身体来所缘 第三 我教你观自己 坐在光明当中 也是以你自己的身体跟意念来所缘 今天第四类 不是观自己 观外面 佛跟菩萨 法报化三身的功德 其中以化身佛的佛像 为观想的所缘境 法身是无像的 所以你是看不到的 你只能用证悟 报身呢 像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像 八万四千随行好 在观无量寿佛经说 这么大 其实你也看不到 为什么呢 真正报身佛出现呢 你还看不到佛的一个 一毛 一个小指头 你都看不到 所以我们只能观化身 化身是呢 是佛的大悲愿心而显现的 这是我们今天要观的 请看这张幻灯片 这张呢 佛像有很多很多的传说 因为在印度 他们不太重视历史 据我所知 做个参考 是在阿玉王时代 复兴佛教间 Maha Bodhi Temple的时候 菩提家也正塔的时候 他派人去寻找的 因为 阿玉王 他是佛灭度以后的大护法 他是国王 也是转轮圣王来的 他曾经呢 叫很多人去收集佛陀的舍利子 然后重新建吴哲大法会 然后呢 把他分为八万四千个宝塔 他有神通可以命令鬼神 所以大法会接触了之后呢 所有的鬼神呢 透过他的愿力跟指使 就仿石方 波国度飞 光停到哪里 他舍利塔就安置在那里 所以中国大陆有一个 阿玉王舍利塔 那个就是真正佛陀的舍利 除了这样之外呢 他也寻找了很多的古物 传说 做参考 不用去争论 因为呢 这尊佛像是弥勒菩萨亲自雕的 佛在世的时候 我们知道南传佛教是不准雕佛像 大家读弥勒上下身经 弥勒菩萨是先比释迦摩尼佛先入涅槃 我为他授祭以后 他又要上身都在内院 他想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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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怎么报佛的恩德呢 也要利益众生呢 最后他用尼索 自己用手亲自雕的 就是最尊的释迦摩尼佛 所以为什么在西藏的 拉玛霍仁波切里面最喜欢这张 你注意看 他的脸是印度的脸 并不是中国的 对不对 也不会是新加坡的脸 sorry 所以这是唯一 我们当时从世俗地角度 可以看到佛长得是这样 的一切像好庄严 耳朵也很长 后面的背光是后来才做的 后来阿玉王呢 找到了以后 非常的欢喜 就呢 重新的请人整理 涂上经期广大的供养 而安置在菩提家也正塔 这就变成佛陀成佛的地方 这个金刚宝座里面的最庄严的佛像 这张佛像也在全世界广为流通 那注意看 佛的两个眉毛之间都有一点 当然现在供的是钻石吧 可是呢 这个代表 观无量受佛经讲的 眉尖白好像 听好 我们也有两个眉毛 我们也有第一只眼 很多人说叫第三只眼 没有错 尤其是在印度教 说你所有的能量开发就在这一点 你会发现 天道也讲点这一点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觉 很多宗教都有共同的地方 但差别是什么 它不一定有正知正见 所以今天要你观的是什么 不是观你自己的这一点 在南传的白骨观里面 也有观自己这一点 那是对峙自己的 一种另外的方法 我今天要教的 不是叫你观自己 平常你也观自己 但是我发现 观自己有好处 但是没有这么广大的功德 它可以调伏心 没错 它是部分白骨观 跟不静观的一种修法 可是今天我教你的是 大乘观佛三昧海经里面 叫观的观佛的霉尖白豪像 所以待会先静坐 观想坐在大宝莲花里 身心是透明的 第一段 第二段就观想 释迦摩尼佛就观这一尊 先训练观这一尊 为什么 有几位联友问我 说师父你教很多方法 我不观这一尊可以吗 不要这么固执嘛 我教你观这一尊 一定我有用意的 你先训练看看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很乱 所以我必须把你抓住一个点 让你把心给定下来 当你这个方法练习好了 你观任何一尊佛像 你都会升起无量的功德的 你就说 奇怪 这尊我又没有看过 很陌生 对不对 他又不是新加坡人 不要这样想 佛像是没有具体的形象的 好 现在我们今天就修 观佛三昧海经里面的 梅尖白豪像 好 背请挺直 拉马拉西内 背挺直 身体放松 眼睛不要全闭 先第一个阶段 观自己坐在大宝莲花里 回复第二天教你的 观想自己就坐在大宝莲花 现在当下就是极乐净土 净土就是由你心显现的 不要怀疑 身体跟莲花是透明的 像彩虹一般 而没有实体 好 先开始 先静坐一分钟 待会再观佛 看着你的念头 不要去压它 也不要跟随它 就清清楚楚地看着它 这是正念与正知 肩膀放松 不要太紧张 好 现在你眼睛可以看幻灯片 想一想尊贵的释迦摩尼佛 万德的庄与 来五卓二世广度众生 想 这释迦摩尼佛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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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了 眼睛眨一眨 请开灯 我相信你这几天 经过这样的练习跟训练 你一定会更深沉地 更深刻地记忆 看到自己的念头 佛教徒要修行 先要看到自己的念头 而且要闻正法 你才知道怎么样 转变自己的念头 所以常常训练 看到自己的念头 不是只有禅宗才修 是任何一切的大乘佛弟子 任何的佛弟子 南传 北传 藏传 都应该很专注地学习 看自己的念头 当你的念头看得很清楚的时候 接下来你要用什么方法去修持 诵经 念咒 那法门无量都是平等的 就像我昨天所说的 您呢 要随喜一切的正法 而不要去毁谤国法 接下来请看讲义第十七页 Page 17 Light 14 请看第十四行 受持大悲神咒的功德 昨天介绍敬佛国土 今天介绍满一切众生的愿 叫一切所求如愿 注意这个一切 一切就表示你 事出世间的愿望 你都可以祈求 请看经文 各位都有讲义 我今天可能要讲快一点点 因为我今天要讲佛教图像的演变 告一个段落 请专心听 大悲观世音菩萨 白千光王静柱如来 世尊若有众生 诵持大悲神咒 度三恶道者 我是不成等正觉 那反过来说 你念大悲神咒 绝对不会剁三恶道 那你要想 为什么会剁三恶道 因为你造恶业 杀父亲 杀母亲 杀出家人 破和和僧 你造的重罪非常的深 所以 剁了地狱恶鬼畜生 那 有这个恶音 可是现在在缘上 你很真诚的忏悔 念大悲神咒 仰仗大悲观世音菩萨的 大悲功德力 跟大悲神咒的力量 乃至于六字大明咒的功德 所以你就会重抱轻受 你会继续投胎在人间 我在天上 当然你还是会受一点点苦 因为你造过恶业 佛教一个最公平的地方 就是呢 好的跟坏的都要自己承担的 他不像其他的宗教 对神父或牧师 做一个confession告诫了 就好了 告诫了一次 下一次再犯了 再回来告诫 当然你也可以向三宝忏悔 你也可以向师父忏悔 忏悔会得到清凉 也可以忏处你的恶业 但是假如真正说 你要完全呢 忏处你所有的恶业啊 靠住你自己的羞耻 所以这个是佛法 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成佛也是靠你自己修来的 佛不可能给你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举一个例子好了 法师 现在人家供养我水果 小朋友来了 我很高兴 来小朋友给你结缘 师父可以给你巧克力 给你水果 可是我不可能给你我的脑袋吧 我所有读的经论 不可能呢 就像多拉A梦一样 靠一个新红法师的头 按一个头 你转了 你就全会动精论了 假如这样的话 观世音菩萨牵手牵眼 圣十一面观音 一个人分一个头 不就好了吗 答案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连佛跟菩萨 都不能改变因缘果报的真理 这是世界的法则 这是最永恒的真理 但是佛可以告诉你改变的方法 就像老师教你一样 在学校上课 同样放一门英文课 考试的时候 你不用工读书 你会被当掉还是被当掉 所以讲到究竟处啊 真正成佛啊 还是要靠自己修持 而且要自己很精进 很勇猛的修持 所以随先成佛 不一定 你现在亲世某个人 来生他一勇猛精进的时候 搞不好他在阿弥陀佛面前 比你先受计了 你现在亲世的个小朋友 对不对 当他业力尽的时候 或许他就先去极乐世界 莲花化身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更应该修理尽诸佛 平等心 不可以去轻视任何人 这是第一院 不多三个党院 接下来请看 诵持大悲神咒者 若不生诸佛国者 我事不成等正觉 所以有很多联友 跟我抬杠 师父念佛就好好念吗 不怀疑 不间断 不夹杂 干嘛还要念大悲神咒 念大悲神咒 没有叫夹杂 夹杂是指你 对很多法人都没信心 举个例子 对不起 我常常比喻的 今天地藏法会 我念地藏经 对不对 下一次讲经 法师讲 钥匙经很殊胜 我觉得我身体不太好 好像应该念一念 要是佛 接下来呢 我的孩子要考试了 可能应该也拜一拜 文书势利菩萨吧 不然他怎么会保佑我 现在新加坡考试 也这么竞争啊 接下来呢 中原超度的时候呢 又要想到 我要念地藏经 接下来想一想 哎呀 我也越来越老了 我也很想去西方极乐世界 要念念阿弥陀佛 这样对不对呢 答案不是佛号对不对 而是你自己 对某一个法门 有没有坚固的信愿心 你有了 通通都可以回向求生 往生极乐净土 我就不重复在 四十八大院讲的重点 因为我已经讲过了 到时候会流通 十六片的DVD 你可以自己回去听 但是我要讲的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所有的功德 都可以发愿回向 无上阿弥陀佛罗三秒三不提 那会讲夹杂事实 意思是说 你这个也念 那个也念 这个也念 这个也念 那个也念 你没有一个是有信心的 你在念药师兽的时候 你真的认为药师兽 就能够让你 证悟到身心清静如流离的佛果吗 答案是可以的 你念大悲神咒 也可以让你成就 阿弥陀佛三秒三不提的 所以重点不是在你修的法 重点是在你的心 是不是有信愿性 这一点我要解释 所以有一个脸友问我说 师父我本来是送地藏经 才入佛门的 我是初学者 没关系 你是初学者 我很感动 你专心听佛法 谢谢你的护持 以及参与 对不对 但是我要教你的是 你送地藏经 跟送地藏圣号 很好啊 我初学的时候 我也送过地藏经 跟金刚经啊 对不对 我也是送过地藏经 蒙地藏菩萨加持 让我看到我过去 是啊 我才相信因果的 不然我跟你讲 我也是很难度的 是啊 对啊 我自然为 没有学过之前很惭愧 欧毕陀佛 也是觉得自己 嗯 很聪明啊 因为我是全班第一名毕业 我全校第三名毕业啊 现在想 真是阿弥陀佛 太狂妄了 忏悔忏悔 对不对 那没有关系 所以回答你的问题 你若送地藏经 送念地藏菩萨 你说师父我听你讲 六四大明座 太感动了 我可以念吗 当然可以啊 观音菩萨 跟地藏菩萨 不会吵架的 那你怎么念 注意听 当你法门不能抉择的时候 早上 念地藏菩萨 念你原来的地藏菩萨吧 下午到晚上 你念六支大明咒 或者 一三五七 念地藏圣号 念你的地藏经 二四六 念 这样连续念三个月 不要中断 就看你在紧急苦难的时候 你蹦出什么佛号 假如你还是念地藏菩萨的话 那你就念地藏菩萨 念地藏经 一样跟弘一大师修行方法 可以发愿回向求生极乐净土 假如你经过了三个月以后呢 你开始能念出来 那表示你跟观音菩萨的法门有缘 注意听 所谓有缘不是否定前面 各位 你若没有学佛 没有做义工 没有修福 修会 布施 拜灿 你呀 今天是听不到大乘庄严保王经的 很多人有都参加过仁波切的冠领 也修过六支大明咒 可是真正对六支大明咒的意思 是不太懂的 所以你要感谢以前所累积的一切的善法 一切的功德 不要否定 反而要感恩 所以佛法它是有阶梯的 了解吗 我甚至告诉你真话 我现在也没有念地藏菩萨圣号 我专修我自己的法门 难道地藏菩萨不互念我吗 一样会互念你的 地藏经讲 对不对 有很多很多的功德 最后呢 成就无上佛果嘛 所以并不冲突的 不要怀疑 请看下面的经文 诵持大悲神咒者 若不得无量三昧变才者 我是不成等正觉 这条很重要 为什么 对你而言 现在可能不是很重要 但有一天 在你成愿再来 或是无量节修持的时候 你必须讲经说法 入众生 不论是在家菩萨生 或是出家菩萨生 你必须要得到 变才无碍的果报 它有两个目的 有无量无边的目的 我尽量归纳短一点 你会比较能够消化 当然我也可以讲 十个一百个三昧 其实可能对你现在来讲 不是那么急 简单地说 无量三昧变才者 第一通达无量的经论 第二 降服 邪魔 外道 外道是跟你辩论的 对 这两个用意 现在可能对你来讲 可能没有很急 但是你放在心里 将来利益众生的时候 你会用到 那我也发现 有些佛教徒是很爱辩的 对 为什么 好辩也是一种习气 当然好辩的人很聪明 可是要小心 好辩人不要变成狂妄 跟棒佛法 因为佛度的 不是只有人间的众生 佛是度三千大千世界 无量无边的众生 九法界 我们常讲九法界 就是除了菩萨 佛以外 佛以外 连大的菩萨 连观世音菩萨 不懂的时候 他都要问佛 所以佛经 当然有很多地方 是很深的 所以不要用凡夫心 来解释圣人的意思 假如你不懂的话 应该谦卑地多多学习 所以无量三昧变才者 有两个意思 第一 自立而言 通达一切的经论 一切诸佛的经论 第二 利他而言 可以降服 邪魔外道 特别是 好辩的外道 再看下面 第十七页 第十八行 颂慈大悲神咒者 于献身中 一切的所求 若不裹碎 若不裹碎 就是若不满你愿的厌化 我观世音菩萨 就不成佛 不得为大悲心陀罗尼也 换这一句话是说 所谓大悲心陀罗尼 最大最大的功德是什么 满你 世出世间的愿望 但注意听 这个愿望有两个条件 后面我画起来 为除不善 为除 除了不自成 举个好 例子好了 你现在在公司 现在公司都很竞争 你做广告设计的 A公司 现在有个B公司 对不对 两个人在做 Big Competition 很大的竞争 那你说 拜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你让我有得到生意 但是你总不能说 观世音菩萨 你让我们成功 然后另外一个公司 让他倒闭吧 答案是不可能的 观世音菩萨 不会让一个众生伤害 而满你这样的愿望 这叫做不善 不善的意思是说 伤害众生 那你会说 师父 他不倒闭 我怎么胜利呢 这是你的想法 也可能工作好的话 两个人都有工作啊 双赢的情况啊 对不对 所以这里讲的不善 还有人呢 可能在座的佛教徒 也比较有善根 你不会发生这种问题 但是当我常常讲到佛经里面讲 父母的功德很大 等同于佛的时候 假如我遇到了一个家暴 家暴就是家庭暴力的 或者太太被先生打的 或者孩子被爸爸妈妈打的时候 他其实会来跟师父说 他很难过 他很哭 他恨他爸爸妈妈 他甚至想杀他爸爸妈妈 那这样子的话 那他可不可以在 观世音菩萨面前说 我让我的爸爸妈妈 早一点撬辫子呢 答案是不会的 佛菩萨不会满你这个愿 这个是愚痴的祈求 是没有智慧的祈求 而且这种祈求 是充满了贪嗔痴的 了解吗 这叫为除不善 所以我要简单讲的是 第一个 不可以伤害众生 第二个呢 不会与你的贪嗔痴相应 至于呢 你要求孙子 求孩子 求工作 求漂亮 求好的老公 好的老婆 求一切的愿望 真的都可以求 这是世间的祈求 那出世间的祈求 你要求出家 求遇到好的老师来教你 求到有好的僧团 你可以修行 求长寿 求得长寿 求三妹得三妹 求正果得正果 求成佛得正果 都可以求 但是请各位不要忘记了 要做到最后一条 愿一切众生都成佛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目的 你不要求了半天呢 最重要的没求到 那太可惜了吧 假如我现在问一个问题 来考你 注意听 你现在很认真的念大悲咒 跟六次大明咒 有一天看到了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说 赶快发愿 我给你一个愿望 你许一个愿望 我会瞒你 请问你会求什么 观世音菩萨说 他很忙 要度众生 待会就要走了 请你先想好 我不是开玩笑的 虽然我讲经最近几年都很幽默 但是有的时候 我是讲真话的 为什么呢 这在高生战的传记里面 就出现 有一个人 待会我会讲 观世音菩萨 感应录给你听 他很认真的祈求 真的碰到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赶快发愿 我让你瞒你一个愿 他突然说 观世音菩萨 让我想一想 观世音菩萨跑掉了 表示你的心很散乱 并没有想清楚 你要祈求 请问 你假如现在只有一个愿望的话 你要求什么 回去好好想一想 请写下来 Q&A 今天的作业 Please write down Please 假如你只有一个愿望 你要求什么 因为求愿望 要见到观音菩萨 是要圆满很多的功德的 请看下面经文 唯除不至成 唯不除不至成就是呢 可能他没有听经 也没有文法 他听人说 六字道明就很好啊 反正有念没念啊 我现在没工作 加紧念 念一念呢 其实他是怀疑的 当然这样的众生 观音菩萨也没有舍弃他 可是呢 他的感应力不会很强 甚至待会后面来讲 只是种未来得度的 这个成佛的音 可能还要经过 无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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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才会做佛弟子 但是反正他就加紧念了嘛 对不对 他就念了 所以不可以怀疑说 我念真的有用吗 或是故意考验观音菩萨 这样是大不尽 不可以 你反而要想 反过来想 注意听怎么想 观音菩萨 我真的很忏悔 我的业障深重 多生多结 没有遇到好的师父 现在也老了 没有精进的学习 也没有读很多的经 但是我有佛性 我有菩提心 请你加持我吧 让我生起 无量的功德 无量的愿力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慈悲 帮助无量的众生 你这样祈求的话 是个好学生 因为你很真诚 举个例子 就像一个学生 他笨笨的 可是呢 他真的很认真学 做一个好老师 一定会造一个小朋友 比他聪明的 单独教他嘛 那假如他 他吊儿郎当的 就不学 那我问你 你再聪明 再好的知识 你会教他吗 因为啊 同样的 我们虽然 有很多的苦恼 但是你有佛性 你很真诚的祈求 真诚心 才是跟大悲观世音菩萨 相应的关键 虔诚与恭敬 很重要 再看下面 若诸女生 厌患女生 想要成为男子生 诵持大悲 陀罗尼章句 若不转女生 成男子生者 我事不成等正觉 这一段 不可以解释为 男女不平等 我觉得现在人学佛 有很多很多 奇奇怪怪的想法 第一 传统的教义 教义 Traditionally Buddhist doctrine 第二个 用啊 From point of view of academic 学术训练 我也受过 学术训练 然后就从 人本的角度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humanity 注意听 Humanity have the limitation 我刚才讲嘛 观音菩萨 不是只有度人 你把它浓缩为 从人的角度去分析 很好 但是有时候分析错 我就看过学者 亲自分析过 佛经里面的男女不平等 说释迦牟尼佛有歧视 天啊 释迦牟尼佛无我 他怎么会有歧视呢 还是一个很有名的学者 所以听好 我没有否定学者 我只是告诉你 我自己受过学术训练 你要简则 今天我给你有这个能力 很努力地学习 我也很努力地学习 能够供养大家 六十八页的讲义 就是学术训练我的 从法谷山 圣言法师 创办的佛学研究所 到我出国留学 我就是学这些 但是我知道 正到博士学位啊 不等于正出地欢喜地 这两个是两回事 听懂吗 所以有些年轻的人 很喜欢读学术的东西 很好 但是不要增长你的贪嗔痴 所以这一段听好 不是佛教的男女不平等 有人还跟我凹 跟我变 师父你看 我的经文就是这样 没错 但是呢 It depends on your interpretation 这决定在你的诠释学 在观音菩萨的眼光 男生跟女生都是空性的 但是从世俗地的角度讲 注意听 女生啊 的确身心比较苦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 要来问了 师父 佛经有说 女人少修五百年是吗 答案 这也不绝对的 在大乘里面 应以女生得度者 既献女生而为说法 应以同女生得度者 既献同女生而为说法 待会会换换片 法画会上 隆女不就转身成佛了吗 所以有时候 你不要去执着一个点 你要看整体的佛法 它到底讲的重点是什么 好 注意听 女众在南传里面 她会觉得戒律或伦理道德 会比较低 因为以出家众来讲 就是出家 比丘 比丘尼 再加男众 女众 其实这是佛教伦理 不可以解释为不平等 因为佛教若没有伦理的话 那就会一片混乱 第二个 大乘里 解男女众 都是平等的 女众呢 老实说 慈悲心比较强 心比较细 女众呢 吃的苦比较多 所以女众也有 非常非常精进的 对不对 可是女众在身心上 是会比较辛苦 为什么 夜的显现 你要生娃娃 生小孩 所以你比较辛苦 你承担的东西比较多 对不对 但是女生若精进的话呢 我告诉你 女生精进的时候 成就也会很快 那男生呢 比较难度 因为呢 你看 现在会场你就知道了 对不对 男生都刚强难化 我听惊 那是什么时代 superstition 我老的时候在学吧 老的时候也没力气学了 男众呢 是很刚强 很聪明 但是呢 如果他得度的话 他也会勇猛精进 我也是男众 我以前也很难度 但是我真正的呢 知道佛法殊胜的说 我也是很精进的 所以 从卢贵的角度来讲 注意听 男众跟女众 每个人都当过 假如你看 世间心理学说 世界的伟人 都具有男众跟女众的 种种的特质 有男众的 这个智慧跟领导 魅力 也有女众的细心跟温柔 对不对 所以 轮回里面 其实我们都当过男众 也当过女众 所以不就平等了吗 在金刚圣里 注意听 女众 是 以前的地位 是比男众还高 为什么呢 因为女众象征着 一切法能的出身 比方说 请问 我虽然是男众 谁生我 妈妈 所以 女众象征着 一切 般若 般若 密佛母智慧的根源 所以在西藏 你轻视女众的话 是犯戒的 你就可以看到 南传 北传 藏传 对同一个概念 解释不同 这里是 大悲观世音菩萨 怜悯 所有一切的众生 尤其是女众生 为什么 碰到 恶的先生 打她 骂她 恐吓她 到了办公室里 碰到 主管 欺负她 障碍她 碰到 女性的 同参道友里面 嘲笑她 毁谤她 所以她觉得 很没有自尊心 她觉得 我来一辈子 不要做女生了 我要做男生 这样子的话 你念大悲神咒 将来就会变成 福德智慧之男 但是也不要太骄傲 屁股不要翘起来 所以 她又说 若生少遗者 必不裹碎 所以请看下张图片 在敦煌壁画里面 就有这张 观世音菩萨 对 你看右下角 就是一个什么 皇后 或是公主 她就千天地拜 观世音菩萨 顾持佛法 但她希望她来生 发愿为成为男子生 对不对 所以这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所以 注意听 从大乘佛法的角度来讲 大家都当作男众跟女众 所以大家是平等的 但是虽然平等 但是你也要尊重 佛所制的佛教礼 出家 比丘 比丘尼 再加 幽佛色 幽佛仪 七重弟子的伦理 再看下面 第七 十七页 第二十二行 这一段很重要 请画一个记号 能掺一切重罪 请看经文 若有众生轻损常住 偷常住的东西 饮食或财物 纵使千佛出世 你都没办法 通通的就近忏悔完毕 就算忏悔呢 你没有办法忏悔清静 因为 为什么呢 注意听 虽然金明佛学社 是一个居士团体 但是它也是十方团体 深重一起供养的 供养来自于十方 所以寺庙的东西 你不可以偷 也不可以拿 严格的讲 看这里 这里有个茶杯 或者这里有支笔 尤其是笔 放在这里 有时候灵友就很忙 我没有带笔 看没人 拿一下 糟糕了 这就偷盗 不可以 为什么 戒律里面说 不予取未知盗 凡事没有经过允许 拿的 离开原来的位置 就叫偷盗 就这么严格 为什么 这就是控制你的心 什么叫戒体 看这里 以前没有学佛之前 无所谓吗 没人看到我 又没有偷 戒一下吗 你跟观世音菩萨 戒一下 不可以 不是这样子讲的 你虽然还了 可是你就拿了 不可以 那假如你受了戒 你就会有 警惕自己的作用 因为我是一个 五界的佛教徒 我已经受过菩萨戒 不可以杀到云旺 尤其道戒是很细微的 弘义大师说 也很难辞 所以你 本来要这样习惯的 就没关系啦 拿一拿啦 对不对 碰一下 不可以 这不是我的 这个就是戒体 所以至于在一个 佛学团体里 你要经过谁同意呢 为了避免你自己的私心 你要说出来 问第二者 比如说这个是谁管的 假如这是办公室的 师兄管的 或师姐管的 那你就要问他 了解吗 为什么 因为十方常住里面的 这个一厘米或一个笔啊 都是属于十方一切出家人 所以十方出家人 就是不止这个地球 他方世界 东方要是进度 无量世界都有生团啊 那你忏悔的话 要一个一个去忏悔啊 哇那就可怕麻烦大 所以寺庙跟常住的东西 听好 不可以没有经过允许 就自己拿 尤其你要尊重 执事人员 他的用意是在这里 那假如呢 昨天听经跟今天听经 你都很欢喜 哎呀师父 我不小心毁谤了政法 哎呀不小心 我破了很多戒 哎呀我又造了很多恶业 怎么办 忏悔 念大悲神咒 既能除灭 若清损食物 常住的饮食 财物 或偷寺庙的东西 这就不好 严格说 从世俗地戒律的角度 要对十方的诗呢 忏悔 而灭除 现在假如你没有这样子 生团忏悔的因缘 忏悔有分好多种 第一个是对对手忏 比如说我对哪一个人做错了 我就跟他道歉 第二个有时候要对两个深重忏悔 有些要三个忏悔 那戒律有很详细 以后你们慢慢学 现在你送大悲陀罗尼咒 十方的老师 十方的诸佛 都来做你的证明 一切罪障都会忏悔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是大悲咒的功德力 大悲咒有九十九亿克横河沙茄诸佛 都修这个法门 而成佛度众生 有一个莲友问我说 师父请问大悲咒 是不是代表很多诸佛呢 答案是的 叫大悲心陀罗尼初相 就是每一个咒语 都有一个佛菩萨的图像 所以大悲咒事实上是代表 一切诸佛大悲心的种极 再看下面 一切的十恶 忤逆 放人 放法 破灾界 乃至于不论在家出家 不小心破界 破坏佛塔 破坏寺庙 偷寺庙的东西 或是不小心 污尽犯行 污尽犯行 现在也可能发生 在古代也有 比方说比丘尼界 为什么佛陀必至地比丘尼出门的时候不舍一个人呢 因为就是怕被人家强奸 因为在印度没有像新加坡这么好的治安 也没有像这么好的警察系统 到现在其实印度有时候还是蛮乱的 那一个女众走在外面呢 你会被人家欺负跟占便宜的 所以比丘尼就规定呢 出门是不可以的 所以比丘尼界里面 若你出家的话呢 它是规定绝对不可以一个人出去的 但是现在时代变了 为什么 假如你出国留学怎么办 你怎么能再拿一个笔球 你跟你做办吧 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要注意你的安全 但是你业力出现的话 有些人呢 对这个出家众啊 也有伤害的心 所以若不小心伤害了出家众 男众跟女众的话 破他让他破戒 污尽犯行啊 这个罪过是很重的 会堕地狱的 如是一切的恶业跟重戒 只要你很真诚地忏悔 也是会忏悔得尽的 所以这有个好消息 好消息是什么呢 我们受戒是不可能呢 完全不犯恶业的 恶业从哪里来 第一个 内心的烦恼 注意听啊 有时候你用功用功啊 平常都才觉得很好 一用功念到大杯子 有人还会问 师父我们这时候发现 我这个月脾气非常非常的坏啊 答案很好 表示你真用功才会这样 待会我会解释 为什么 然后你就会说 师父我以前不太贪心的 不太计较 我最近非常的贪耶 看到所有的衣服 我都心很冻耶 对不对 所以当你在某一个阶段呢 特别用功的时候 贪真智慧很强 这是真的 这是自然的 所以心中的强烈的烦恼呢 也会让你破戒 第二个 遇到外缘 恶友 恶缘 比如说呢 你的朋友劝你啊 走吧 走吧 我们去 night club 夜店吧 对不对 然后呢 就去唱歌啊 喝酒 本来很好 然后最后 第二天醒了 oh sorry happened happened的话 你懂 各位 你们不用讲了吧 就是呢 发生了违反五戒的这个男女关系啊 或偷人家的东西啊 或各种事情都发生了 尤其是在酒后 我们中国人讲 为什么酒 要说五戒 酒后会乱性的啊 你都失去了 out of control了 那时候怎么办 忏悔 要忏悔 那有时候朋友会讲 哎呀 你太没肿了吗 我们都去 你不去 对不对 然后你就跟着去 跟着去干嘛 跟着去造恶业 我再举一个例子 希望各位不要生气 或许有些连有听过 我第一次来新加坡 get long的时候 我真是吓一跳的 哎呀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吧 阿弥陀佛 真的 我记得2003年 第一次是净土繁英来接我 然后呢 从机场接我的 他车上跟我说 师父很抱歉啊 净土繁英以前就在这里嘛 现在搬了 没关系 他说师父 晚上你要小心 不要出来 我说为什么要小心 他说 师父外面都是很危险的 你也很危险 我说 我有危险吗 我很安全吧 然后呢 开着车啊 来了对不对 那时候晚上啦 对我看 右边呢 都是很多的佛教啊 道教啊 那左边呢 就是 绷架绷架绷架的 red area 我在国外念书 师父不是白痴啊 也不要怕我谈这个问题 为什么 佛就是要解决我们的贪真痴 要以正面来听这个 我也不是讲黄色笑话 所以你要听 佛为什么这么慈悲 然后呢 我就看到很多莲友 对不对 哎呀 这边呢 这个破了戒 造了业了以后 对不对 过来就拜观世音菩萨 那么后来 都来要业啊 一直拜 一直拜 拜完以后肚子饿了 那边有吃榴莲 吃完以后再回去啦 所以在这个马路当中啊 一线之间 一个就是净土 一个就是地狱的轮回啊 就在眼前啊 对不对 所以你要学习的 第一控制自己的念头 我知道也有很多人来见我 说师父 我烦恼真的很多 念 念 你的烦恼来见我 我鼓励你是很好 但谈过一次两次三次 你烦恼还很多的话 其实我就不用跟你谈 为什么 你只有修 才能够转你心中的恶念 羞耻 才能够转你的恶念 念观世音菩萨 念大悲神咒 念 就一直念 没有关系 放声大哭都好 哭一哭 没有什么不好的 那你会说 师父 我刚开始呢 还有一个联友 偷偷地跟我说 师父 我从2003年 听你经到这里 但是我有一个很惭愧的东西 还是不能控制 我说什么 每一个月 我还是跑一次 给浪啦 我说还好 那你就继续念吧 起码你还有善根嘛 来听我经嘛 慢慢来 师父不会看不起你 因为在轮回里面 每个人都会做错 重点是 你要有忏悔的心 重点是 你要改变的心 不能说 一三五七去造业 二四六来拜大悲餐 礼拜六六礼拜天 上教堂 听好 这样观世音菩萨 会说 这小子 挺奸诈的 贼贼的 那观世音菩萨 会让你受苦 受什么苦呢 让你一天 家破人亡 妻离子善 甚至生命完全 差点中掉的时候 观音菩萨来救你 他必须让你吃尽苦头的时候 他不会放弃你 但是听我的建议 他真的会让你吃尽苦头 然后最后一关 他会来救你 所以在我们应该呢 常常地为自己 为一切的众生 不管是过去生 不管是现在生 不管是学佛前 或学佛后 不管是有意无意的 我们违反五戒十善的呢 你都要忏悔 忏悔心得清凉 举个例子 看这里 镜子 我今天会用镜子很多例 镜子上面很多的灰尘 那你就没办法造得很清楚 其实我们造的恶业 就像镜子上面的灰尘 假如这个大殿不打扫的话 你看桌子上面就有很多灰尘 当你念一字 就擦一次 可是你不念的时候 他还是有很多灰尘的 你从早到晚 还是很多贪真痴的念头 没关系 不要气馁 讲不要气馁 是给你鼓励 不是找借口 管他的 反正衔结千佛 观世音菩萨答应过 一定会来度我的 你这个人太狡猾了 不要气馁 继续擦 一直擦 擦到有一天你镜子亮的时候 三千大千世界的东西呢 你都照得很清楚了 你的念头就可以做主宰 你就不会继续轮回的 所以各位请好好加油吧 再看下面 围除一世 宇宙生疑 那你现在有个问题 怎么样对宙不要生疑呢 还是两个方法 第一 要听经 了解道理 怎么修 第二 还是像我昨天的咖啡比喻 不管你怎么讲 你就好好给我念嘛 试试看嘛 念念看嘛 你常常念 常常念你的心 真的就会觉得清凉 当然烦恼还是会有 脾气还是会有 慢慢来 慢慢来 所以乃至于小罪呢 假如你有疑的话 连小罪亲业都不能灭 何况重罪 虽然不能灭重罪 但是能够做 未来成佛的原因 在这里我举两个例子 请你写下来 写一灯能破千年岸 写在旁边 我们怎么样能够 破我们的重罪呢 还有太阳光可以融化冰山 请你写下来 我先举这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 精明佛学社 当然大家很用心 假如啦 现在out of the power power cut 突然停电 全部都没有灯 那没有灯怎么办 大家呢 一定第一个想 拿手电筒哦 第二个 没有灯的时候 一定问 看看插头 有没有问题啦 对不对 在黑暗当中 你一定摸索 好看 你怎么摸 怎么摸 那假如你不是 精明佛学社的联友 你当然不知道开关在哪里 我想知道开关最清楚的 应该是吴主席 因为他从头到尾叫通通包 也通通管 他很认真 好 那他一定呢 会过去摸开关 好 摸了开关 一开的时候 原来没亮 为什么 保险丝断了 那就换保险丝 换完保险丝 在一开的一刹那 你看灯又亮 注意 只要你摸对了开关 这房屋的黑暗 一刹那之间就灭除了 我用这个辟语来讲 为什么大悲神咒 可以灭无量节的重罪 就是这样 我们无量节 生生世世所造的恶业 就像生活在黑暗的角落 请问黑暗的角落 你怎么办 点小小的灯 假如我现在在 右边的角落点了灯 可是左边最后一个师兄 他可能看不到灯 对不对 所以假如你一点 大盏的一盏灯 可能只有前面的人看得到 后面的人看不到 但是注意听 当灯一亮的时候 所有的通知都会亮 对不对 这是批于大悲神咒的功德力 所以不管你过去 造了多少多少的罪业 只要你虔诚 恭敬 而且忏悔 而且不要怀疑 就像一灯能破千年的黑暗 甚至假如你在纪加坡 有一些 听说有些政府组屋 或是在某一些街道 那个旧的这个建筑 古的建筑 常常做生意 做得不好 发生很多事 大概三五年都黑暗 那你进去 第一个一定拿什么 拿手电筒 你看三年 五年都黑暗了 可是一拿手电筒的时候 里面就有光了 光代表是什么 你真诚的忏悔心 你可以写下来 真诚的忏悔心 才会让你心中 升起智慧的光 第二个 冰山 现在大家都知道 全球暖化 南极北极的冰山 的确在融化 的确连喜马拉雅山 以前很漂亮 现在都变光秃秃的 也就是说 现在的地球 真的我们要环保 要爱地球 注意听 三十年前的我 我也没有什么 环保的概念 我们那时候 哪有垃圾分类 哪时候要带着环保 可是你想 现在全球 有十六亿人 每一个人中午 吃一个便当 丢一个垃圾 有十六亿垃圾 我们最后地球 真的会没有 那换句话说 注意听 有两个用意 用这个比喻是告诉你 环保也是要靠大家 去推畅的 它要经过 十年 二十年 同样 一个法门 要弘扬 要十年 二十年 慢慢呢 才会产生 一个强大的力量 你要把 大悲观音菩萨的法门 弘扬给一切的众生 也要有耐性 第二个 用这个冰山的比喻是说 你看 千年的冰山 可是当太阳光 一照的时候 它就开始融化了 注意听 就融化变成水 但是没那么快 不是说一照的